而同节这天 顾时宇终于想起 年前他答应女儿的事情 带他去游乐园玩 虽然我带他来过很多次 但有爸爸陪着 他整个人都欢快了不少 看顾时宇为女儿擦汗的细心模样 我才放心走开去买水 没想到回来的时候 父女俩都不见了 我心头一慌 下意识掏手机给顾时宇打电话 一边打一边在人群中搜索 电话全部无人接听 但我如愿看到了顾时宇 他看到我的时候 脸上闪过一瞬的慌乱 但我来不及去细究 你怎么不说一声 就带着星星乱跑 不知道我会 话说一半我才发现 本该在他身边的女儿不见了 被他紧牵着的 是个小男孩 和他的白月光沈清末 一个活在顾时宇心里 和书房里的女人 我猴头一梗 强迫自己找回声音 星星呢 我女儿呢 顾时宇猛地扭头看去 刚才他们坐的地方 早就换了一夹子 哪有女儿的身影 他终于慌了神 我 我刚才看到清末 看着他作儒的嘴 我忍下怒气 直接转头走人 我拿着女儿的照片 一路喊一路问 平时半天就能玩个遍的游乐园 此刻变得格外大 大到我都不知道 下一秒该要往哪转 旋转木马处 围了一大群人 里三层外三层 大概是哪家小孩 摔了或是怎么了 哭得撕心裂肺 我心里焦急 却不知怎么鬼使神差 走了过去 穿过人群 我见到了这辈子 都无法忘却的一幕 我的小星星 正被一个胡子拉叉的老男人 夹在腰间 鼻涕眼泪忽了一脸 因为不停地哭闹挣扎 鞋子掉了一只 小肚子也露在外面 我的心一下沉到地底 这是我孙女 我好不容易财攒够钱 带她来游乐园玩的 你们就行行好 别为难 你放屁 人贩子不得好死 我拎包巢男人的头砸去 不遗余力 保安和周围的人分不清局势 也不知道帮谁好 任凭我卯了劲杂人 死婊子 竟然坏我好事 男人上前来薅我头发 但好歹是把我女儿丢下了 保安一听这话 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赶紧上前帮忙 围观的男家长 也一轰而上 制服人贩子 我赶紧把女儿抱在怀里 调出手机里的照片自证 不停向他们道谢 眼泪抑制不住往外躺 女儿在我怀里哭个不停 甚至已经开始抽抽 故事雨才姗姗来迟 怀里抱着那个小男孩 身边还跟着他的白月光 沈青墨掩了眼鼻 满眼嫌弃地瞥了我一眼 姐姐别哭了 以后注意点就好了 毕竟是个女人 你这也太丢人了 故事雨文言 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开口是毫不掩饰的 不耐烦和嫌弃 好了 人找回来了就好 大庭广众哭哭啼啼 像什么样 我反手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要不是你 女儿会丢吗 你知道什么 你就知道 跟外面的贱人亲亲我我 许是被贱人这个词刺激到了 他竟然高扬起手想打我 但看着嚎啕大哭的女儿 和指指点点的围观者 终究没有下手 只留下去 不可理喻就甩手离去 沈青墨回头看了我一眼 带着得意和挑衅 我也知道现在的我很狼狈 但是我没办法 我还要带女儿去医院 应激后失与症 短短六个字 像炮弹炸的我脑子一片空白 这是过于紧张 导致的神经异常混乱 还是有恢复机会的 家长要多和宝宝交流 多鼓励他 有效的指导调节和沟通很重要 还有家长的情绪也会影响宝宝 我牢记医生的话 擦掉眼泪调整心态 一个人挂号 一个人带着女儿去心理科 本来以为父母双全 可以让女儿更健康成长 但是现在 顾时宇不要也罢 我一直知道 顾时宇有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关在他的书房里 结婚那么多年 我都没获得进去的权利 直到有次他喝醉酒 把我当成沈清末带了进去 书房满满当当 全是沈清末的照片 哭得笑得走得跑得 他在闹他在笑 毫不温馨 我打电话问他发小 对方支支吾吾 最后才肯说上那么两句 他们初中在一起两年 因为早恋被抓 沈清末被迫转学 高一顾时宇去找他 却发现他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 他每天晚上回来 都要在书房 待上两三个小时 究竟是在工作 还是在想念 他那求而不得的爱 那是我第一次 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当时才两岁的女儿 适时哭闹起来 就把我这个刚萌生的念头 扼杀在了摇篮里 他时刻提醒着我 我已经是个母亲 不再是能任性的年纪了 如果不是女儿 因为顾时宇的失误 得了失语症 或许我还能将就 但现实没有如果 从医院出来 我直接联系律师 起草离婚协议 寄到顾家 又连夜收拾东西 搬回了婚前跟闺蜜 一起买的房子 陈怡听我说完 今天的惊心动魄 在客厅掐着腰骂了 顾时宇大半个小时 什么狗玩意儿 当初说得那么好听 什么日月星辰为正 我顾时宇会爱许成一辈子 陈怡说的是顾时宇的 结婚誓言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她对天发誓会一辈子 爱我疼惜我照顾我 绝不会让我受任何委屈 但是现在想想 她当时看到的 想对着发誓的人 真的是我吗 如果是 怎么她还没有被雷劈呢 橙子你等着 她最好一辈子 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不然你们娘俩 这委屈 我肯定给你们讨回来 我笑而不语 心里巴布的 她别来染指 我和女儿现在的生活 怪恶心的 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 第一个找上门的 不是顾时宇 而是沈青墨和她儿子 这段时间 我仿佛回到了 女儿婴儿时期 一遍遍不厌其烦地 教她喊妈妈 喊姨姨 给她讲故事 也经常说着说着 泪流满面 等她的小手 抚上我的脸 我才后知后觉 女儿会在纸上 歪歪扭扭 写上爸爸两个字 我只说她忙 反正她以前 在公司的时间 也比在家多 但是小孩子的心 最通透 渐渐地 女儿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问起故事语的次数 越来越少 我用来怨恨她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放在女儿身上的时间 越来越多 没有人提起的时候 我甚至都快要 忘记这个人了 但天天 有人不让我好过 我和时宇是真心相爱的 求求你放过她好不好 我儿子还小 她不能没有爸爸呀 沈青墨泪眼婆娑 她儿子也挖得一声哭出来 阿姨 求求你把爸爸还给我 我不要去游乐园了 我只要爸爸 啊 你儿子需要爸爸 我女儿不需要 我看着沈青墨 带来的亲子鉴定 和顾子明的出生日期 面无表情 顾子明只比我女儿小一岁 按时间来算 就是我生女儿坐月子 那段时间有的 那个时候 顾时宇在哪呢 在广州出差 我生产后整整三天 她没有来过一个电话 后来才打电话说 一直在和顾客周旋 忙得脚不沾地 于是她作为爸爸 却成了最后一个 见到女儿的人 现在想想 确实是周旋 也确实是脚不沾地 但对象不言而喻 我不免自嘲 八年的时间 我因为这样一个男人 沦为了最可悲可笑的 蠢女人 离婚协议 我早就寄到顾家去了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有空来我这哭爹 还不如回去 劝她早点签字 沈青墨难以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显然她不知道这件事 你 你说的是真的 我坦然回望 一个垃圾而已 只有你还把它当个宝 你 沈青墨下意识 张嘴想反驳 却被下班回来的陈怡 打了个措手不及 瞪瞪瞪 眼睛不要就捐出去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喜欢自甘下见 当个垃圾桶吗 什么垃圾都吃得下 没见你之前 我还在想是什么破烂盖 见到你我就明白了 一个扎一个表 你俩不在一起 真是天理难容 早不拴绳干嘛去了 你俩婊子配狗 不正好天长地久 还让那渣男出来 祸害好人 你也就那样呗 陈怡小嘴巴巴一顿输出 沈青墨几次张嘴 愣是没找到插话的机会 顾时宇到时 正好看到陈怡嘴炮 轰击沈青墨母子的样子 立马冲上前扯过陈怡 扬起巴掌狠扇下去 我的心顿时提起 眨眼的功夫 陈怡已经从她胳膊底下溜过 153的小炮弹 静直冲向阳台 顾时宇巴掌落空 甚至因为惯性撞到了茶几上 在准备起来的时候 陈怡已经提着扫把冲回来 直护她后脑 你个渣男还敢来我家 我让你进来了吗 擅闯明宅了 知不知道 远不要可以捐给战区做防护啊 到我这现眼来了 陈怡几乎是说一句就砸一下 顾时宇一脸猛地被砸了几下 顾子明这小孩 在旁边哭得跟死了爹似的 沈青墨一边喊着不要打了 一边默默往我这边撤 母子俩的眼泪 跟臭水沟的水一样 怎么也流不进 整个家好不热闹 眼看着顾时宇 反手夺下沉疑的扫把 我直接抓起桌上的菊花茶 往她脸上泼 世界顿时清静 闹够了没 有事说是 没事就带着你的小情人和好儿子滚出去 顾时宇白色的衬衫染上黄字 狼狈地直指陈怡 又举了举手上的扫把 眼里满是委屈 似在跟我投诉 使陈怡先动的手 我一把丢下杯子 毫不掩饰地不耐烦 不嘲笑她的狼狈 已经是我的极限 她还想上纲上线 阿宇 你没事吧 你们也太过分了 沈青墨抱着儿子 跑到顾时宇身边 又是摸头 又是俯兄的 顾时宇神色一变 好似突然想起自己的来意 啪的一声 把离婚协议摔在茶几上 许成 离婚我没意见 但百分之六十的财产 加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你想都别想 别以为闹到我爸妈 那你就能如愿 沈青墨也震惊 百分之六十 你疯了吧 结婚后你都没去上班 而且公司是阿语的 凭什么分给你 我抿嘴一笑 看来沈青墨还不了解顾父顾母 这两人想孙子都快想疯了 因为我生的是女儿 这二老没少给我白脸色 甚至怂恿顾时宇去外面找人 有段时间 顾母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 说我女儿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命格 竟然动了把她过继给别人的心思 我当时就气疯了 当着她的面冲进厨房 抄起剁骨头的刀 一刀砍在餐桌上 她敢动我女儿 我就敢嘎了她儿子 一了百了 她才收了心思 但这些年 她也没少收集所谓的生子天方 我表面收下 转头就未给了厕所 所以要一个孙子 已经成为了顾母的执念 只要有这份执念在 我根本不愁顾时宇不迁字 我们母女应得的 我一分都不会让 我大大方方走到两人面前 你俩 一个正儿八经的直三当三 一个板上钉钉的婚内出轨 离婚分走你一半财产 本来就是理所应当 剩下的百分之十 我话还没说完 本该在房间睡觉的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 跑了出来 光着脚丫睡眼朦胧 小手握着顾明雨的食指 嘴巴明显动了两下 我清楚地看到 她在叫爸爸 攒足的气瞬间消散 心脏向置身真空环境 压得我喘不过气 你走开 这是我爸爸 不要脸的野种 不准跟我抢爸爸 顾子明挣脱沈清末的怀抱 直接把女儿推到在地 女儿踉跄一下 跌坐在地上 而顾明雨这个做爸爸的 就那么看着 甚至连眼睛都不带眨 女儿费尽仰头望着她 不明白为什么爸爸 还不来抱抱她 亲亲她 小珍珠悄无声息落下 我握了握拳 在心里数上三秒 才过去抱起她 女儿还小 有些事情光靠我用嘴说 她可能不会相信 也难以理解 只能让她用自己的方式理解 但属于她的公道 我这个当妈的一定要帮她讨 她 一声脆响 顾明雨脸上多了一抹色彩 自不教父之过 这是你应得的 紧接着巴掌声再次响起 旁边看戏的沈清末 被陈怡打歪了头 叫不言母之舵 这也是你应得的 小屁孩还没算苗高连野种 都知道了 该不会是你亲亲妈咪 教你的自我介绍吧 顾子明见妈妈被打 叫嚷着咬上陈怡裤子 却被一把拎着 扔到了懒人沙发上 任由她在上面扑腾游汉涌 沈清末跟个疯子似的 大叫起来 许成 你们是不是有病 我耸耸肩 但莫应是 我以前恋爱脑 现在好了 可你猜怎么着 我又变得牙字必报 斤斤计较了 所以识相点 找我麻烦之前 先问问自己配不配 沈清末气地直颤 顾明雨却正正望着女儿 似是才反应过来 她的不对劲 毕竟以前女儿 每次见到她 都会跟只小百灵一样 绕着她叽叽喳喳 应激后失语症 满意了吗 多的百分十 是女儿的精神损失费 给你三天时间签字 不然就起诉离婚 到时候你损失的 可就不止百分之六十了 顾明雨眼中闪过 类似愧疚的情绪 想上前抱抱女儿 却被沈清末母子 扑了个满怀 她看了看怀里的人 又望向我们母女 这个时候 她还在衡量 还在做比较 结果不言而喻 带着沈清末母子 匆匆离开 颇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意思 不过这才拿到哪 以后有她后悔的时候 五年前 我怎么也没想过 自己的婚姻会以这种方式收场 我高中半路转学 很多知识跟不上 最常做的就是抱头叹气 笨死了你 这是顾时宇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夹杂着难以言喻的宠溺和纵容 后来我在她书房 看到了一张沈清末的照片 穿着校服的她 抱着脑袋一脸苦恼 嘴巴还觉得老高 那时我突然才明白 哪有什么少年心动 不过是渣男的甜蜜陷阱 难为她为了追我 还费尽心思 敲门声响起 急促而密急 陈衣翘着腿没好气 如果是顾时与他们仨 打一顿再放走哈 我也下意识以为 是她杀回来了 不耐烦打开门 不是顾时与他们 男人衬衫西裤 发丝凌乱 外套随手搭在脚边的行李箱上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风尘仆仆 四目相对 她率先开了口 顾时语呢 我神色一缓 又沉衣在 你觉得她能待得住 话刚说完 我就落入了一个暖哄哄的怀抱 柠檬的清香 和男性特有的荷尔蒙味道 扑面而来 我回来晚了 我身体僵直 一动也不敢动 过了好半晌 她才松开我 摸了摸耳垂 还有点不好意思 那什么 我去看看干女儿 见她陶冶式的直奔女儿房间 我才有心思去看陈怡 小祖宗幽哉哉啃薯片 是我跟许彻说的 她守了你这么多年 我这颗石头心都被她融化了 给她个表现的机会怎么了 她不比渣男好 许彻很好 我当然知道 我和许彻 顾时语高中 都是同个班的 许彻是学尾 没少帮我 我为了感谢她 经常带些小零食给她 她不想吃毒食 我们就分着吃 久而久之 同学们都传 我们是互相暗恋 我觉得莫名其妙 但许彻却没有否认 只是耳边红透了边 你放心 我不会影响你学习的 这件事传到故事与耳朵里 第二天她就对我展开了猛烈追求 每天带着早餐到宿舍楼下等我 帮我打水 知道我不喜欢去食堂人挤人 偷偷带外卖给我 我一再婉拒 但又为她的持之以恒动容 她很会得寸进尺 一点点蚕食我的底线 期间许彻又是参加竞赛 又是出车祸 不厌其烦给我讲题的人 变成了故事与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增长 我发现她这个人温柔风趣 有耐心 即使我沉默寡言 她也能在我身边不停地说下去 很热闹 不像许彻 一旦我不说话 她也就不开口了 渐渐地 我就习惯了故事与跟在我身边的日子 某天她突然在我面前晃悠 我还会觉得别扭 高考结束当天 她直接当众表白 一群人起哄着让我答应她 我也半推半就顺势答应了 我承认 我对她是有好感的 我只是怕影响你学习呀 许彻声音细小如闻 眼里布满红血丝 我小声跟她道歉 那之后 许彻再没联系过我 我们结婚她也没来 只是包了个一万零一的红包 为此 故事与还吃了不小的醋 语气近乎执拗 你是我的 只能是我的 我一个人的 最后折腾得我下不了床才罢休 现在想想 可能连她那份执着的占有欲 都不是对我的 再次见到许彻 是在女儿的周岁宴上 我本意是家人一起吃顿饭 但奈何顾父顾母 为了面子非要大半 自己重男轻女 却不想让别人也这么觉得 许彻那天到得挺早的 一直看着顾父顾母 跟人谈笑 看我疲惫的招呼来客 还要照顾女儿 犹豫半天 才走到我跟前 跟今天一样 许彻到我面前的第一句话就是 故事与呢 可能是我的状态差的 连她都看不下去了 她以喜欢小孩的名义 替我接过了照顾女儿的任务 末了又说 要给我女儿当干爹 当时顾时宇还在外面出差 我见她确实喜欢小孩 又一脸坦荡的样子 自己就答应了 说起来 顾星和这个名字 还是许彻起的呢 当时顾母的意思是 朝帝 来帝 叛帝 帝儿 叛儿随便我 许彻听得直瞪眼 最后在手机上 搜了老半天 才找到了星和这两个字 这么多年过去 女儿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 比顾时宇这个亲爸还多 现在看着女儿 蜷缩在许彻怀里 安睡的样子 我突然有点恍惚 跟顾时宇比起来 女儿好像更依赖她 后悔吗 陈一问 许彻也抬头望我 我审笑 后悔有用吗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情绪 我现在想的都是 以后怎么让星星过得好一点 话刚说完 陈一就毫不留情 给了我一个暴力 你呀 该想的不想 离了婚星星 就过不好了 说的顾渣男之前 有多顾家似的 还不都是你自己 里里外外忙活 她干嘛了 不就是提供了点精子 给了点钱 要我说 当初发现她心里 有别人的时候 你就该果断一点 去赴刘子 陈一说得对 也不对 顾时宇确实渣 但对女儿 也还是挺好的 把女儿两岁时 发过一次水痘 当时顾时宇 在临时参加酒会 收到消息 连夜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回来 是三岁上幼儿园的时候 女儿被个小朋友 推倒在地 手破了点皮 她直接冲进办公室 找老师理论 非压着小朋友 一家三口 跟女儿道歉 为这么些年 顾时宇对女儿 也算是有求必应 信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 沈清末和她儿子不在 公顾时宇 一直舍不得她的股份和钱 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众我一边拜托 以前的邻居 在顾母面前 炫炫孙子 一边在朋友圈诉苦 说说顾母 有多重男轻女 好当然 仅对沈清末可见 不出一周 顾母就因为 绝食晕倒进了医院 医院走廊里 顾父大骂儿子不笑 拿着皮带 把顾时宇 抽得嗷嗷叫 视频在某音火了一小把 离婚流程进行得 无比顺利 从民政局出来 沈清末抱着顾子明 迫不及待迎了上来 沈清末嘴角高扬 眼里尽是得意 谢谢许姐姐的成全呀 以后我会替代你 好好照顾阿宇的 你不用担心 我握着手上 热腾腾的离婚证 难免有些感慨 十年感情 五年婚姻 怎么就喂了狗呢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和和美美的样子 我心里就难以平衡 凭什么我的女儿 有口难开 她们却能像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顾时宇一手抱着儿子 一手扶着沈清末的腰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按照你的要求 钱和股份我都给了 以后我不欠你们母女的 你也别想着 能用手里的股份绑住我 都是成年人 纠缠没意义 照顾好星星 我白白手掐断她的话 行了 我女儿怎么样 也就不劳顾总挂心了 记住你今天的话 纠缠没意义 看着她便秘的神情 我心里别提有多爽 哇去 这狗渣男 刚跟你那玩离婚证 转头就跟别人扯证了 还有脸发朋友圈 陈姨握着手机 气得直磨牙 顾时宇晒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两人初中得奖时的合影 一张是两人手持结婚证的合影 搭配文字迷路过 后悔过 谢谢你来带我回家 她真的 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女儿拍了拍我的手 用刚学的手语 磕磕绊绊跟我说 妈妈别难过 星星会一直在 离婚的时候 我不觉得有什么 看到这条朋友圈的时候 也我不觉得有什么 但女儿这么一说 我的眼泪突然就忍不住了 到最后还要女儿来安慰我 许彻 你认识华启的老总吗 能不能帮我牵个线 华启是故事的老对家 两家明争暗斗多年 华启老总甚至曾放话 有生之年一定要收购故事 所以我相信 他一定不会拒绝故事 百分之十的股份 怎 怎么了 许彻撑着下巴 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嘴角含笑 眼神炽热 看得我心里毛毛的 这么多年了 你终于肯给我一个 帮你的机会了 我噎了一下 重逢四年来 我确实一直有意 跟他划清界限 毕竟我已经嫁人 也不想给他 虚无缥缈的希望 许彻摆摆手 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转头就帮我联系了 华启老总 故事这些年 在界内的地位节节高升 百分之十的股份 虽然不能控制公司 但也有点话语权 在许彻舌灿莲花的神助攻下 画起老总 以五百万的价格 跟我达成了协议 签好协议 许彻点的菜 才开始上桌 期间相谈甚欢 内容嘛 无非就是故事 股东之间的一点小摩擦 一整晚 许彻嘴角的笑 就没落下过 生怕别人看不出 他在幸灾乐祸似的 陈一听了 也乐得捏碎了包鼠片庆祝 看来故事接下来热闹了 渣男之所以渣 就是闲的 有话起老总搅局 故事果然不得安宁 故事与几次想来找我算账 甚至带上了 他见多识广的老父亲 但连我和女儿的面 都没见上 因为陈一从他就老爷家 签了两只哈士奇 小的陪女儿玩 大的嘛 就是专门为故扎准备的 那口标准的二百五 骂得故家父子节节败退 可笑故事与上一秒 还叫着会叫的狗不咬人 下一秒就捂着屁股滚蛋了 但我没想到 他们会找到许彻公司来 女儿现在跟许彻是越来越好了 早上许彻给我们送早餐 她就趁机抱着她的大腿 好说歹说都不肯松 也就许彻宠着她 直接连人戴玩具打包带去公司 我这当妈的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舔着脸跟上了混吃混喝了 给我搭 谢谢宝贝许彻接过女儿 分享的小熊饼干 朝我笑得一脸得意 多么温馨美好的画面 我有一瞬的正冷 六岁那年 爸妈乘坐的飞机出了意外 我在福利院待了十年 无时无刻不想拥有自己的家 在和顾时宇结婚之前 我想象的未来 就是两个人两个小孩 就算我们不在了 他们也能相依相伴 有机会的话再养条狗 工作再忙再累 我也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我不止一次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 然而现实却一巴掌把我打醒 许彻 你能不能劝一劝许成 顾时宇静止推门而入 后面跟着着急忙慌的前台和助理 和谐画面就这样被打破 我没忍住瞪了顾时宇一眼 劝我什么 劝我把钱还给画起老总收回股份 顾时宇 大家都是成年人 纠缠没必要 这话是你说的 我还给你 女儿还在这 我不想说的太难听 麻烦你圆润地离开 顾时宇看看 我又看看许彻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说你怎么提离婚提得那么干脆 早就勾搭在一起了吧你们 许成 你见不见啊 就这么离不开男 砰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许彻一拳打倒在地 我第一反应就是转头去看女儿 却见助理和前台一个捂着她的耳朵 一个捂着她的眼睛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进去的 许彻揪着顾时宇的领带 框框又是两拳 我不找你你倒是送上门 这些年你就是这样对许成的 在自己女儿面前这样说她的妈妈 你也就这样了 看着顾时宇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的样子 我只能嘖嘖摇头 离婚见人品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顾时宇 股份我是不可能拿回来的 顾家的人最好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不然你和你爸挪用公款的小秘密 可就要保不住了 顾富这些年 从公司挪了不少钱 养三伏四 而顾时宇前几年 突然被狐朋狗友带着迷上了赌食 还不敢让家里人发现 钱都走公司账户 一来二去 我不相信他的手有那么干净 要是被其他股东知道 顾时就该改名换姓了 虽然我没有直接证据 但现在拿出来乍一乍顾时宇 还是管用的 听到这话 他脸上的桀骜和不服气 骤然消失 瞳孔微颤 明显的心虚 许诚 你好得很 我肩头一耸 多谢顾总关心 只要你们不开心 我就开心了 自从女儿得了失语症 我心里憋着的气 就没下去过 顾家不垮 渣男小三不得报应 这件事没法收场 看着顾时宇 斗志昂扬的来 灰溜溜的走 许撤扶着门 乐坏了 挪用公款 是怎么回事 我安抚着眼带迷茫的女儿 将顾家父子的事 说了一遍 我正在收集证据呢 这两人 蹦跶不了多久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再加上 画起老总 有意无意地 推波助澜 不出一个星期 四家侦探那边 就收集并整理好了完整的证据链 我看都没看 让对方直接举报 打顾家父子一个措手不及 但我没想到的是 顾时宇这坑爹玩意儿 还有点心严子 挪用公款用的 竟然是他爹的名义 陈一乐地直拍我大腿 俩父子加起来 起码有两三个亿 你是不知道 他爹听到这消息 气得直接倒地抽搐 听说是脑溢血 现在还在手术室呢 你怎么知道 嗨呀 你说巧不巧 顾时前台小妹妹 是我们美甲店的VIP客户 为了占据吃瓜第一线 我可是白送了两张一年的金卡 陈一骄傲地直哼哼 事实证明 这张金卡真没白送 不出半天 小前台又来了消息 顾父没救回来 牢狱之灾是免了 但所谓负债子长 负债期还 在顾时所有股东 生死历劫的讨伐下 顾父所有遗产 包括但不仅限于 房子车子票子和公司股份 全部赔给公司 顾时宇和顾母表面风光 其实也不过是顾父的寄生虫 离婚被我分了10%的股份之后 他们母子俩的股份加起来 都还没化起老总的多 遗产全赔光 他们也差不多山穷水尽了 我没有刻意打听顾家的消息 但奈何许彻和陈一委托的人 太过热情敬业 许彻的消息来源是顾家保姆 他儿子在许彻公司做主管 一听能帮到儿子的老板 顾家保姆恨不得24小时 跟许彻实时跟踪报告 听说顾家别墅过两天就要被拍卖 沈清末拿了顾母很多手势 准备带着儿子跑路 结果被顾母抓了个正着 两人拉扯间 顾子明一口咬在顾母手上 顾母手一挥 她的宝贝大孙子 直接从二楼楼梯摔了下去 我也没想到 他们来的正好是女儿复查的医院 我们刚下楼 顾家四口就冲冲闯了进来 顾子明被顾时宇抱着 衣服上都是血 脖梗上还插着块巴掌大的玻璃 女儿一直指着顾时宇想过去 我当然不想让她沾上顾家的晦气 但女儿的意愿还是要尊重的 死亡时间下午两点五十四分 顾子明甚至都还没来得及送手术室就去了 顾母和顾时宇愣在原地 沈清末悲痛不已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都是你 都是你这个蠢女人 见钱眼开 你还我孙子 顾母揪着沈清末的头发 就往地上磕 后者一点不惯着她 长指甲直接往她眼睛戳去 你个疯子 不要 惨叫声哭嚎声谩骂声 充斥在走廊里 不少医生护士全围了过去 许车让女儿扶在肩上 压低了声音 还是别过去了吧 星星还小 我点头 都这种情况了 在过去就有看热闹的嫌疑了 而且顾母这状态看到女儿 肯定要给她扣个不祥的罪名 就这样吧 恩怨全消 以后我们母女跟顾家 真的没关系了 外面电闪雷鸣 狂风暴雨 似血拍打着窗户 女儿不知道 是不是被顾子明的惨状吓到了 回家之后 一直抱着许车 不肯放手 平时十点半就要睡觉的小孩 凌晨一点了 都不肯上床 最后跟许车一块缩在沙发上 才肯闭上眼 要死了哟 橙子 你看楼下那个是不是顾时雨 陈怡在阳台小声招呼我 我拧眉 一点也不想为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 这神经病是不是脑袋有坑啊 站在那招雷劈吗 我还等着房子增值呢 这晦气东西 我一看可不是脑袋有坑吗 雷雨天站在路灯下 不是等雷劈是干嘛 杜劫吗 顾时雨全身湿透 衣服紧贴在身上 勾搂着被双目无神 认识她这么多年 我从没见过她这么颓废不堪的样子 看到我下楼 她突然跟丧尸看到生肉似的 猛地扑了过来 晨晨 你舅舅我妈 她看不见了 还天天说要去找我爸 你舅舅她好不好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 她紧跟上前囊囊不休 我妈最喜欢你了 她还总说你贴心 说你懂得照顾人 对她也大方 做饭更是好吃 还说你是最好的儿媳妇 你去照顾她 你说的话她肯定听的 看着她迫切的样子 我忍不住吃笑出声 什么时候的事 你跟沈清末再婚之后 这话你也就你信了吧 顾时雨连连摆手 可顾母说过的话 她不是没听过 供你吃供你喝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还有脸吃吃吃 就你这没爹没妈 有人生没人养的野蹄子 还敢跟我顶嘴 站着毛坑不拉屎的野蹄子 要不是你 我早就抱上大孙子了 时至今日 顾母的骂骂声 还萦绕在耳边 当初我费尽心思讨好 都没能让她改观 离婚后 我倒成了婆婆口中的 三好儿媳 想用我刺激沈清末 算盘珠子 都蹦我脸上了 要是沈清末进家门那一刻 顾母能拿出五百万 甩她脸上 那还比较有用 别跟我沈清末那个贱人 顾时雨眼神一拎 声音骤然抬高 原来那天我们前脚 刚离开医院 沈清末也跑了 忘了双目失明的婆婆 忘了还躺在太平间的儿子 却没忘带走顾母的金银首饰 故意伤人至残还盗窃 白月光成了警局再逃人缘 所以呢 没人照顾就找护工 钱财失窃就找警察 这么简单的道理需要我教吗 你不会是指望我拿自己的钱 去填你家的窟窿 还要我去你家当牛坐马吧 才多久没见 你的不要脸程度还真是天天在升级呀 晨晨 别这么叫我 恶心 我星星 故事与赤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人已经从我身边闪过去了 我回头望去 许彻本就在拐角等我 陈怡和星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下来了 骂个渣男而已 又不是要打麻将 星星 我是爸爸呀星星 你不记得我了吗 故事与浑身湿漉漉地蹲在地上 伸出手想去抱女儿 女儿躲在许彻身后 揪着她的裤子拼命摇头 小孩子的心最是通透 自从游乐园一别 故事与就没来看过她 为二的两次见面 一次在家里 爸爸不仅没理她 还任由其他小孩推她 而她这个做爸爸的 连抱她安慰一下都没有 第二次见面是在医院 这个更不用说了 她甚至都没发现女儿 现在还这富贵样子出现 不吓到女儿不错了 女儿拉着许彻当盾牌 一路走到我身边 牵起我的手就要往回走 变故就在这一瞬间 顾时宇突然跟发了风似的 冲过来就抓住女儿的手往外走 你是我顾时宇的女儿 这辈子都是 躲在其他野男人身后 算什么 顾时宇你疯了 我惊叫出声 一边死死抱住女儿 许彻一个剑步上前抓住顾时宇手腕 以胳膊为支点 对着她的手臂瞬间向外发力 咔 啊 骨折的声音伴随着顾时宇的惨叫 让这个暴雨夜显得格外诡异 不少低楼层纷纷亮起灯 妈妈 回家 细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们惊讶望去 女儿晃着我的手臂 妈妈 回家 女儿宛若黄英的声音 让我有种惦记般 从头苏到脚的感觉 眼泪不自觉就流下来了 我发誓 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声音 许彻高兴地抱着女儿 转了好几个圈 陈怡也眼眶通红 谁也没心思去理会 鲍鱼里哀嚎的顾时宇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女儿经历了太多 在她五岁生日这天 我决定大办一场 给她压压惊 也庆祝我们母女 终于正式开始新生活 我和陈怡的朋友不算多 但许彻人缘是真好 认识的人中好些 都是成家有小孩的 在许彻这个自封的 孩子王的带领下 孩子们玩疯了 星星也隐隐有变成星星的趋势 我跟着笑得嘴巴都酸了 陈怡突然凑了上来 哎 像许彻这么好的男人 这么好的爸爸上哪去找啊 你说说你 这都识好几年了 请问呢 许女士你的心是陨石做的吗 我长叹一口气 因为她好 就必须受我们母女拖累吗 她一个干干净净的青年才俊 我离异带娃 跟我搅在一起 让别人笑话 陈怡愣了几秒 一本正经地拖着我的脸 离异带娃怎么了 我家宝子别说一个许彻 就是配总统首付 我都觉得绰绰有余 咱有能力 有身材 有样貌 还有钱 自立自强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还温柔长情 还有个这么可爱的小星星 谁娶了你 半夜都得偷笑出声 小橙子 不要失败了一次 就不敢尝试 不要用渣男的错来惩罚自己 惩罚爱你的人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 我陷入沉思 我很小就没了父母 在福利院也是最普通的一个 甚至连讨大人欢心都不会 所以我渴望爱 也不懂得拒绝爱 这么多年 许彻是我拒绝过的唯一一个 离婚这一年半以来 每次看着许彻带女儿 玩得不亦乐乎的样子 我都会不自觉地想 如果当初我选的是许彻 结局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生活 会不会是我想象中的那样 一家三口相依相微 小日子平平淡淡 却又幸福美满 许彻不知道什么时候 溜到我身边的 她把我戴上露台 从衣领里拉出项链 重逢之后 我知道这条项链 它从不离身 却不知道下面坠着的是一枚戒指 戒圈采用墨比乌丝环的设计 在两侧线条扭转处 点缀钻石 跟它中指上的明显是一对 许成 这是我用大学毕业赚的第一桶金买的戒指 你说我固执也好 不懂变通也罢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依旧觉得我这辈子 不会有其他人了 我今天把它拿出来 不是要逼你怎么样 我爱你 但你是自由的 我只想把我的心意 明明白白告诉你听 往后不管多少年 我愿意做那个永远为你和星星撑腰的人 请让我做你的planner 好不好 我将视线从戒指上向上移 许彻高大的身材 将楼外的霓虹灯割裂开 整个人像散发着光芒 从来没有人说过 要为我 为我的女儿撑腰 更没有人说过 她爱我 但我也可以是自由的 我突然就想 再赌一把 将近三十年的人生 我父母早亡 孤苦半生 丈夫出轨 都说脾气太来 我不信我许成的 人生会跌宕到底 就着她的手 我自己把戒指戴上了 许彻当场愣在原地 倒是屋里的人 欢呼响彻 陈姨抱着星星过来 一把把我推进许彻怀里 许彻紧紧拥着我 力道大的 像是要把我跟她揉为一体 女儿在陈姨怀里鼓掌 拍得小手通红 我埋进许彻胸膛里 缓缓输了口气 输了那么多次 这次该轮到我赢了吧 我一点都不贪心 只要幸福就好 就说下轮到我